PS上的古墓丽莹9开始打折了 原价198,现在49.5 砍掉了75%,打了25折 怎么感觉有点响入库的意思呢 不着急的同学建议先等一波 这个游戏我通关过两次 我个人感觉它比后来的时代崛起和时一代的暗影要好很多 同期的这三部我感觉一代不如一代 但是这一部从游戏和玩法上是最经典最好玩的 但是画面是这三部里边最差的 因为它是PS3和PS4过渡的那个年代的作品 其实古墓丽莹三部曲我在Epic上都免费领取过 一直很想尝试玩一下PS版 但之前因为价格都比较贵 因为之前也玩过了 但是今天看见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心动的 我当时这款游戏是在PC上通关的 当时用的显卡是GTX650Ti 一个G的显存 虽然不能开海贝斯 但是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画面我刚才又重新看了一下视频 以目前2023年这个眼光来看是不能接受的 我查了一下这款游戏在PS5上是可以1080T的60帧 在PS4上也可以1080T的50到60帧 看来对机能要求不高 为什么要说这款游戏呢 因为古墓丽莹9它对我来说有点不一样的意义 在玩这个游戏之前的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是不玩游戏的 因为工作缘故 我把这个游戏给戒了 戒了很多年 但后来因为工作和一些其他方面的变化 是这款游戏提起了我重玩游戏的兴趣 所以说这款游戏对我来说挺有意义的 这是图片啊 很写实的风格 真的画面没有这样 9代的一个Lala是最漂亮的Lala 最年轻的 时代崛起的Lala 有点不如大妈的那个意思了 11代更像大妈 第9代还算一个小姑娘 好就分享这么多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冲 这个价格没问题 性比一般的同学建议再等等 很有可能进入二档库或者三档库